徐之谦明日之子摔话筒让人称赞 他对音乐认真的态度让人敬佩 近日在明日之子节目上 徐之谦因为节目组要求给赫兹投的票 而是赵天宇被淘汰 前天怒摔话筒觉得节目组太不公平了 这一举动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很多人不知道赫兹是谁 赫兹是一个二次元形象 因为其歌声是设计好的 而其他选手则是现场展示 如果赫兹晋级了对其他选手不公平 说实话前天说话筒 大家是有所感触的 甚至让我觉得 现在这个明日之子节目 完全是为了让赫兹这个二次元人物 大红大紫的铺垫 大家记得赫兹淘汰的廖俊涛吗 赫兹这个二次元人物出场之前 舞蹈动作出场灯光都是事先做好的 根本不会出任何差错 这点公平吗 当然许之谦当场发火也是有代价的 他不是大boss结局也不会动容 直播出问题的趋势 钟艺轩淘汰算是惩罚 不然所有人就可以随意发火了 大家理性看待 但这次黑幕太严重了 虽然杨幂最镇定 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们见过 也因为年轻的时候耿直得罪了一些人 被黑到现在 他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再后来主持人打圆场了 他却跟主持人说了句 让人把话说完 很明显这是支持薛之仙 完整表达自己的决定 黑幕的重点当然不在黑幕 热点是薛之仙宣话筒是什么鬼 这个综艺遍地开花 与乐至此的年代 注定节目水平也是良由不起 薛之仙这一举动 无论怎么说 都像是综艺乱象的一些耳光 以前我们可能听不到 但是今天这一声很想 薛之仙对音乐认真的态度 还是很让人敬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